在学生餐厅购买饮料随手附上吸管 这个动作7月1日起通通算是违法 多少还不方便 不过为了环保可以配合啦 不太方便 因为通常饮料杯都需要吸管 不然很容易都出来 政府推动限速政策 针对四大公共场所 包括公部门、公司、立学校 百货公司或购物商场 以及连锁素食店 兼职提供内用者一次性塑胶吸管 为者可储1200到6000元 虽然民众只喊不方便 但校园商家其实早已开始推动 那因为现在学校也提倡 就是一些餐具类的东西 其实都是使用者付费 那所以其实学生对这一块 其实抱怨程度都还没有到那么严重 店家其实就已经不主动提供了啦 因为刚开始一定会忘记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慢慢他就会自己知道 迅速政策宣传多时 不过环保署11号 在提出新定的游戏规则 虽然便利商店不受限制 但若未处四大管制对象范围内 就得配合禁用 其中若消费者在柜台先表明要外带 最后在店内用餐却不会受罚 让环保团体之一 这是大开后门 恐怕无法有效管制 那你外带你可以要求就是付费取得 那内用的话就一律禁止 如果被抓到的话就说 这个他是外带的 他自己跑到我的桌子里面 会花了很多的力气去管制 结果徒劳无功 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证明 环团集业者一致质疑 虽然环保署民定以柜台交易作为区分 但内用外带定义模糊 虽然肯定政府跨出减速这一步 但要让塑胶制品从生活里消失 还是得靠民众从根本习惯改变做起 欢迎讯讯监医林江源春台北报道